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肥匡 話說,這個最有名的KOL,黃世澤 最近在他的文章裡做了很瘋的事 據說這個人除了寫文之外,也幫人訂一下口罩 他訂一下口罩的時候,就公開了他的私人資料 一齊透鏡看看發生甚麼事 這篇就是來自於負民媒體的文章 我都要戴上頭盔,夫人媒體和黃世澤是關係不好的 但我都會放心,我都會引用黃世澤的東西 話說,有位網友,1月28日在黃世澤家網店訂了七個外科口罩 然後收不到寄輸的資料,也沒有說退請定是怎樣 到了4月13日,才開始第一次去追問他,問他口罩的來源 最初都是拿出口證,也有回覆的 他說,來了差不多,差不多一個月一個月了 你口罩這麼久,你都不出有沒有訊息 我都應該要問問黃世澤發生甚麼事 他最後都沒有任何回應 他說,他一直在法蘭克福等,一直在上機 也算了,五月多了,再等兩個月了 也要再回覆了,這麼久都要問問 然後等兩個月又再追 之前一直回覆電郵都很快 這次不回覆,我申請退錢了 他就7月13日回覆這個 去問黃世澤 問一下黃世澤,等了一天 沒有訊息了 簡直說,不好意思 我會在PayPal 申請回覆錢 如果沒有合理的結果 我去Cart Center申請Charge Back 最後呢,當然要賠錢給他 他說,保險公司退了錢 各下成為永久不受歡迎的客戶 保險公司也提報各下高風險客戶再見 本來這件事就是一個很好的結局 誰不知這位仁興 問黃世澤那個人 就把這件事交給容樂奇 以及另一個寫文叫黃安宴 然後來了,黃世澤就發了一句話 就說,由於國下找了容樂奇 我就會加強公開國下資料 公開了什麼資料呢? 就是他的email 我很害怕 那沒有啦 然後也有很多苦主 找他上門 當然我都公道的 做人永遠都是公道 最均真公道最重要 我們先看看黃世澤說了什麼 大家看不看到 黃世澤就說,為什麼要公開別人的證據呢? 他一開始說了一大堆事 我不想看 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 其實你問我退錢 除了刁民會被公佈資料 其實全部都拿到錢 老實說,別人都是叫你退錢 然後你說 老實說,退錢就是退錢 別人說給容樂奇聽 或者說給其他媒體聽 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其他媒體也不受理 你說蘋果、東方 都不受理這些 黃色經濟圈的一些 比較上是壞的 那他一定會說回一些 可能會報的媒體 你說報這個東周行 又一定被你說建制 現在說給婦人 你對家就已經算好了 OK? 然後你還要吃甜筒 去公開別人的email 那這裡 他公開我了幾次 我因為私隱下 我咳嗽了 我咳嗽了 OK? 大哥,這些東西 是很糟糕的 喂 即使那個人 有什麼時候會公開一些東西 當那個人走了 之後 你公開那個人 叫大家小心 OK,明白 馬二手藝也是這樣 但問題是屌你 人家都給你錢 喂 你口罩等了半年 你都沒有出 一個口罩影子都沒有 人家問你退回錢 就屌你老妹 然後你列入 他要做一個不受歡迎客戶 那人家當然不認識 然後公開他 然後你現在公開別人的 個人資料 神經病 OK? 那當然啦 世宅也出了一篇文 都是說回這件事 那也有提過 其他方案 大家應該看到畫面 對了 喂 不是這裡 畫面 那就話說 這裡比較細小一點 大概就讀一讀 他提出了五個方案 那就是 喂 可能幾個方案 那你就之前買了一些口罩 去換其他東西 那你既然有這些選擇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一早跟你的客戶 去這樣說呢 是不是 訂了口罩 你是不是應該換一些東西給別人呢 喂 那你就沒事了 這件事 是完全是一個鬧劇 完全是你黃世宅 這些東西 連這些東西都不懂得處理隱身的鬧劇 是不是 喂 不關任何什麼政治事 喂 你甚至將這件事提升到一個昇華 就是說喂 你這個老母 你用樂奇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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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某些人錢去搞狗你 喂 他們搞狗你 是正常的 喂 你們兩個冤家路窄 那他有這些資術 一定搞狗你 是不是 那我沒有的 我純粹真是老劍不平 識花生 見到有個暗狗仔這樣走過來 那我純粹動一下你 黃世宅 OK 我和你沒什麼事緣 喂 你又不認識我 我認識你 那你誰叫你這麼出名 是不是 那大概這節就說到這裡為止 那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